今天港仔的設計其實是比較傾側 我會覺得學聯其實都是一個很主要的角色 尤其是我們在說因為這個學運 支持民主 有沒有學聯的朋友在這裏 如果沒有 黎一號在這裏 拿麥克風的朋友可以 我想黎一號你很簡短的 盡快回應 有沒有朋友給他麥克風 第六項 多謝主持 我想我純粹用一個現場觀眾 因為我是第一節發言的朋友 我想現場觀眾 我也是參與學生運動 參與學聯學生會 但我想比較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我先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我很同意台上說 其實目前香港人的狀態 去討論一些香港未來如何發展是有困難的 你想一想 如果香港明天獨立的話 其實我相信是會比現在更差的 因為我剛才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我們過去有些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 或者我們過去有些什麼民主運動的困難 我想唯一比較大的困難就是 不斷的歷史重複 香港的民主運動 往往都有很多內部的分歧 剛才台上所說 很多對民主派 對傳統社運組織的不滿 很多年前都在說 2010年民主黨 去支持政改方案 都有很多民間團體 很多社運團體反對 認為他們這個做法 其實是對香港民主運動沒有利的 所以我覺得內部的分歧 民主運動 抗爭運動內部的矛盾是很正常 但我們現在目前會聚焦的地方 其實只有兩個地方 第一就是 究竟我們所謂要團結多少的人 我們可以團結多少的人 我想剛才的討論有一個地方 我會覺得比較失望的就是 某程度上 我們所說 無論是獨派 或是現在學生會 都有一種 不是說跟六四次角 是跟可能上一代 或是跟年紀大的抗爭者的次角 但是一個運動的成熟 一個運動能夠持續 是需要跨世代和跨階層的參與 我覺得與其想 我們跟上一代和其他群體有什麼不同 可以想一想 我們怎樣聯結這麼多的人 之前 例如梁仲恒說 聯結這麼多 我本身都不太喜歡 衝參與晚會 而衝參與社運的朋友 這個就是要你去連結 但不是在想 我怎樣過去的次角 我想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們怎樣去面對現在最直接的打壓 就是送中條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目前很具體 我們看到 無論你對香港未來的發展 有什麼想像 其實現在最直接的就是 這個送中條例是打壓著我們 6月9日 無論是台上的朋友 學生會的朋友 一位傳統的社運團體 都是大力動員 我覺得 我們如果討論民主運動 香港是有個缺陷 因為 我們現在連抵抗運動 都未可以很具體的形成 還在討論著 究竟未來做什麼 未來做什麼 未來怎樣走 我希望那個討論 和那個焦點是 焦點在我們現在有 民間的資源 無論是傳統的團體 傳統的組織 或是新興的團體 怎樣去聚焦 和聚合 然後去一起去參與 和抵抗 目前直接的打壓 就是6月9日送中的大友 台下還有沒有其他朋友 想發言 抗爭我們 可能正如黎欣如所說 我們現在連抗爭也做到 剛才各位朋友 一直在台上 當台上嘉賓在說 他有話說 現在你可以 如果你希望說 我希望你集中 我們的主題 你可以說 你想不想說 為什麼不想說 你如果想說 當然可以說 我們很自由 但是希望你集中 主題 你等麥克風 給你一支麥克風 我希望你 不要等這三個青年 你對著麥克風說 是因為他沒有對著麥克風說 你對著麥克風說 這樣 我希望泛民派 不要陰這三個青年 現在這個時候 應該是 有些很大件事的打壓 送中朝來 你們還要因他們說出 什麼讀 怎樣去讀 現在不是 就算有很多邏輯上的問題 梁頌恆是說 邏輯的問題 是可能變成港獨 不是 有些什麼 他們會計劃做到些什麼 你們不停不停 不停 不論是朝連會也好 不論是主持的麥克風說 不停問他們怎樣 他們前面都不知道說真的 他們知道他們不知道 還有我想說的就是 泛民不知道多衝擊 他們不是和理非非的 就是他們騙人去佔中 OK 騙完人的學生 人家要15個大學 去完之後被打三打四 他們學聯還叫人家衝擊龍和道 是學聯叫的 那時候是梁麗國那幫人 後來他們已經是退亂 15一大學已經是退亂 才是搞自己的本土 現在他們就是泛民的 很怕本土好像搶到 不如這樣 他們完全沒有 本土派沒有想著跟他們的泛民搶三戰 你已經有一點點離題了 對不起 這位公眾 我覺得言論時候都很困難 我們平時不讓獨派的朋友說 又說我們不讓平台他們 現在讓平台他們說 我們又被人罵 我們陰他們 我也不知為何會被人覺得我陰他們 我不想浪費時間 在這些無謂的論證裡面 我們回去 剛才說 其實陳家駒也說了一件事 其實他在說的是 他要爭取國際的支持 他其他那些人的 對不起這位觀眾 我們已經給了 我尊重你的言論自由 給了麥克風你講 然後你是不是應該要尊重我的權利呢 你不可以這樣 我們在說自由 是要在尊重其他人的自由 在自由的前提之下 當其他人在說話 你可不可以聽別人說呢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主題 其實呢 我覺得我們其實做了一些事情 當我們就算在說 我們向我們的民主 向前走的時候 無論我們不知道 我們向前走 走得多辛苦 會向哪一個 我們在走一個 可能是一個比較曲折的道路 但是其實呢 我們在剛才的討論裏面呢 是出了一些事情的 包括曾經說的 就是國際的支持 因為沒有國際的支持呢 可以說是寸步難走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 非常之強大的 北大人在我們的北面 好了 也都已經提了 剛剛台下有朋友提到呢 就是我們要團結 而不是切割 那我希望 我不知道台下還有沒有朋友 想和我們分享 是 請 請同學交咪給這位 白色衣服的先生 麻煩 那我就 我不知道 還有多少位呢 是 在六四的時候呢 你已經出了室 不需要你舉手 多謝 那我都已經出了室 並且那時候呢 我是中華先生 今天呢 我感受到呢 我不需要你這位女士 我要大聲繼續說 這個是香港人的自由 今天呢 我覺得呢 有一種分介紹 就是說呢 好像經歷了 讀者叫上一代 那呢 六四之後那些呢 會提起他們的集合 我沒有經歷的 所以呢 沒有回憶 沒有回憶呢 這樣就好像跟我 當然 事實就是事實啦 我都不會說 就是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但是呢 在情感上呢 沒有那種分屬感 那時候第一 我一年結 就是我在那些時代呢 我真正課 今天四十幾歲 三十幾歲 那時候十幾歲 終於四十歲 我想說 是什麼呢 如果政治立場所來講 政治立場所來講 可不可以這件事 我支持很多 對於這個目色來講 我自己 都 明記而信 當時有一本 灰色的書 你還不記得 人民不會 你還不記得 就是傳媒 一齊 就是七六的 我是其中一個 是的 人民不會會 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什麼 總之我那時候 放在背面 在家裡 人民不會會 那時候人民 中國人民 為什麼不說 香港人民 那時候的觀念 都很國家的 無論如何 這個世紀 可能已經改變了 改變了 不要緊 但我覺得 在香港裡面 我們要守住 一件事 就是說 發生了的事 我們不可以幫它 沒有發生 你就當這是一個國際事件 假如香港 將來不再是中國 一部分時候 國際事件 OK 但希望我們的生活 去闊一點 OK 你關心一個 殘害人民的 一個政權 OK 冷靜你是一個 有中國人 認同身份的那個人 也好 或者什麼也好 那我 我反而想問一個問題 我不是想 要提醒 我想問一下 大家都說 有 委婦是有公投的東西 簡單的觀念 就是說 好像投票那樣 有幾多人支持 從香港脫離 中國 中國人民共和國 OK 要獨立 不是中國人民共和國 你對 很差一些記憶 我不會說中國 因為中國不是一個 我記錯了中華 我聽你說得太快 我聽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OK 對 我想說 假如 你們老闆很樂觀 其實我也想 假如公投 就是 別除 政府 不會讓你 technically 但我們 坦白說 我也想 試一下 有沒有一些 就是 詭計 巧妙的方式 可以令香港人 很簡單 可以表達 OK 這件事 這個思維 希望都可以繼續 在這裏 你鎮事雞鎮躊 都可以 因為共產黨知道 因為開放 我想問一問 假如 結果是 好像 BRAXX 脫 BRAXX OK BRAXX 我想問一下 其實 如果真的相信 如果脫就脫 不脫就不脫 其實 決定在人 ,現在後續很多事情 原來又想脫又不脫 脫了 結果就好像 against你們或者我們 的意願就說 假如51%的人 是表態不支持的 你會尊重香港人 當然香港人已經很淡化了 總之屬於香港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其實想問如果大部分人 不支持香港獨立 台上三位獨立派的朋友 怎麼看 簡單說 我請三位朋友 其實說的是 如果有公投的可能性 我相信當時的氣氛 和現在是完全不同 我們可以做不同的宣傳 可以做不同的教育 令到我們的市民知道 脫離了中共統治之後 那個結果會變得有多好 這是我們要做的責任 都是未來我們要做的宣傳 但是現在 即使是當年 梁天琦被打壓的時候 在年輕人裏面 都有三十幾%的人 是支持港獨 是受打壓的時候 所以如果可以在開放性 有可能公投的機會底下 做宣傳的話 我相信那個結果 我們是願意去接受的 好 我想我講回 從一開始那裡 我想抗爭的團體 是要有某個程度的合作 我有沒有怕錯 問港姐的意思 他其實很簡單 只是想問你 如果公投 我想從頭到尾 因為剛才問了兩個問題 黑衣那位港姐 和團結 對 有幾個問題是問了 是否抗爭的團體 要有某個程度上的合作 或者往後在一個抗爭運動 不要說民主運動 那麼高層 在一個抗爭運動裡面 其實怎樣可以 move 得順一點 不要像過往那些 cycle 這樣 互拖後退 直接說 那我想 其實這種默契 是建基於某一些 的 準則 即是那些準則的意思 或者界條 我不懂什麼叫做 界條這個詞 或者準則 是 有些事情是 大家一起一定要遵守 你越過了這條界 對不起 你不可以在那個 那個力量那裡 那條界應該是怎樣畫 例如 極端的 投了共的 我不會說黃成智是我的同流 不合理 即是中間超人的 我不會說他是同流 我是唐家華 我不會說他是同流 有點越了界 但這條界究竟 應該是沉默 我剛才 很...很...很... 天馬啊 這樣想 第一個對民主自由的堅持 這是當然的 我相信獨派 都不會反對 香港 假如獨立了之後 應該是一個 有民主制度 在一個自由的地方 這個不會有同派反對 是吧 其次 在抗爭的層面上面 是否要放下一些 所謂的 界徒主義 我知道這樣都講了一些矛盾 是吧 我現在設了一些界徒 我會大家放下一些界徒主義 我講的是 不要有界徒主義 這個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 不要... 經常 當那件事 不如你所想 特別在一個抗爭的環境底下 的時候 你就去... 搞別人 攻擊別人 或者拖別人 後退 我直接講過 我現在很現實的例子 反送中的 基本上就all in 這些派別都已經落場了 Yahoo 提手就 打算去拼 但是呢 我看到的環境就是 喂 聯署又有人表 Sorry 我應該說錯了 聯署又有人問候 是 啊 跟著 登報又有人問候 又說 喂 你登報送了一塊錢出去玩 一天 你不如去海庫買廣告版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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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那件事 現在在抗爭圈裡面 或者社運圈裡面 或者大家有動員能力的團體裡面 其實那個環境就是這樣 我很希望大家有一個最基本的共識 就是你去做一件事情之前 想清楚你做的那樣東西 對 你想達成目標 到底是走前了一步 還是退後了一步 這句我不是只是對一些 一個團體說 或者不是對一個派遍說 是對在座更多位這樣說 每個人都有自由 但是 在某些情景 特別在香港 這個環境下 似乎自由 我想要放低一點點東西 而這個我想是一個 這麼多個派遍都必須要有共識的一個 默契 或者是一個很基本的 道義上面的贊助 很感謝梁重行 放低一點點自我 這個也是民主的 就是無疑不同的一個精神 鍾翰 那 其實我跟陳家驅的觀點 就非常相似的 就是剛剛問到若然 香港比來公投 絕大部分的人 他們反對獨立 我們獨派 會不會去接受這個結果 首先 想問大家的就是 隨著中國去收窄我們香港民主自由 去收窄我們香港人的生存空間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 比過去幾年之前 比較上對於香港獨立 沒有這麼抗拒呢 大家可能都不太支持香港獨立 但是我想問 你們不支持香港獨立 是因為你們認為香港獨立不可行 還是 你全心是不支持的一件事呢 就是我很想說的就是 若然我們未來他只有一天 能夠去進行一場自決公投 獨立公投的話 就是 我們香港人 如果要去進行獨立的話 這件事是完全可行的 如果我們能夠去舉辦一場 有法律下力的公投 就是若然我們如果香港人 是投下一票去支持香港獨立 我們香港如果總票數 超過50%是贊同獨立的話 我們第二天就能夠去承擔 去建立一個屬於我們香港人的國家的時候 我想問 還有多少的人 仍然是會全心地反對香港獨立呢 我相信今時今日 仍然不支持香港獨立的人 並不是因為他不希望香港獨立 而是今時今日仍然未見到香港獨立的可行性 所以我很相信 他朝一日 香港能夠進行一場有法律下力的公投的時候 香港獨立的一個選項 必然是絕大多數的香港人 將會投下這一票 去贊成香港獨立 然後香港去成為一個 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 好 好多謝大家的參與 其實我想在剛才的討論裏面 我們都看到香港的民主 現在我們在一個爭取更大的民主的道路上高 終極目標是不是香港獨立 要看我們接下來怎麼走這條路 而在走這條路上高 我覺得和而不同是很重要的 剛才梁正男說到 你做什麼都有人罵 等於騎爐入成這樣 你爸爸怎麼騎一隻爐呢 都會被人罵的了 我希望這一種罵不是中共的一些手法 如果是 我亦都希望大家有足夠的理智 都要看得清這些網上高五花八門 擾亂大家視線的一些手法 而這些事情希望和而不同 這個是對在民主的發展上很重要的 而在這個發展民主的道路上高 我們現在有一個非常之大的危機 就是這個送中條例 路遠九號街上見 多謝大家今晚 多謝各位台水嘉賓和台下觀眾的百問 今天的論壇已經來到尾聲了 我們現在有請第二節的嘉賓到台前一起合照 �加 Metal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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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